好了 接著就算日星革命機這麼爆點的作品之後 其實這套我開始有想過是不是現在講的 但是我由11集的時候 我都覺得它可以先等第二期 但是它播完12集之後 我覺得這套應該是要先講一講的 因為我覺得之後是沒有機會講的 等下一季應該有很多東西要講一次 我覺得第一季就是Buddy Compact 我們接著要講的是Buddy Compact 這套在11集這個時間位裡面 它還是一套結構很簡單很簡單的機人片 但是一去到第12集之後 它出完12集的劇情就令整個故事複雜化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都覺得 其實之前我們有說過 由這個主角青葉 他就來了這個未來世界之後 因為我們之前有說過 本身阿希勒 阿希勒 阿希勒 他就 他就走 他就因為送了阿希勒過來之後 他就自己消失了 其實那個時候 第一個首要的立論就是 同一個時空裡面 不能夠存在兩個同樣的人 它以這個Base的理論在於什麼呢 是同一個人物 不理你的年齡 即是其實只要大而你可以存在的就是說 譬如 你未出生 或者你死了 的時候 就算這個人曾經在這個現世出現過 你 根據他現在的時空設定 理論上你也是可以出現的 因為不是的話就解釋不了 阿希勒為何可以去到青葉的世界 而他可以存在 所以就說 那個定義在這裏就是說 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有沒有一個跟你同樣的人 即是你自己 你自己在這個時空裡面 如果有的話 你就會自動被彈走 這個是 當時我們 他也是去到十秒 看著手這個現實 這個我們再慢慢去解釋 其實 那個故事 我很老實說 如果革命機 是 革命機是不仔細 因為 他很 集中了 在所謂叫做 角色 的描寫 而 Buddy Compact 其實他 調轉了 他其實沒有很集中 去講 角色之間的互動 其實最主要是 只不過是 講 迪奧和 清葉 這兩個最主要 其他的角色 其實 他是沒有什麼 穿物 只不過是 圍在他身邊的 就是 迪奧的妹 還有 整備員 是 通訊員 通訊員 他是不是通訊員 他是一個研究員 他是一個 籃上的 籃上的 有些部分 但是 籃上的一群都沒有 而 另一方面 人物那邊 他會有深入描寫的 就是 Hina 還有 野猶 這兩個角色 這兩部分 純粹是 以12集來說 其實 你會看到 是沒有那麼多 時間 因為 本身 是一個 兩個 勢力之間的 對戰 其實 他如果要描寫 運官環境的話 理論上 主角群的 描寫 一定是不夠的 你會看到 裡面 他主要是 專注在 野猶 那邊 的 追擊那邊 還有 迪奧和青葉 這一邊 就是 新型機要怎樣 逃脫 回到聯邦 聯邦的基地 故事 因為簡單了 開始很多人 會覺得 不夠 革命機 這麼有亮點 因為革命機 那種亮點 是 爆完 設定出來之後 你覺得很厲害之後 他就不再去說 究竟這個設定 是關於什麼 到最後 大家都知道 革命機 最後是收不到尾 我之前說過 而他這裏 是 很黃度 很平穩 甚至 你會看到 他裏面 是很有屍的影子 其實 又是偷機看 你上網 很多的劇情 追擊位 其實你代入屍的劇情 其實是很類似的 連最後就是 天娜和阿青葉 雙雙 躲機 在島上 根本就是阿斯拿 你錯了 那是Gundam的歷代名劇情 為何不像是屍獨有的 但是 那一節 那一節 我都猜到 那一節 真的差不多 連大家的動作 我很難不相信 這個是Gundam 我明白 Gundam也有其他 這類型的名牆 這件事 我都了解 但是 在故事層面上 其實 你看到的 他 也造就了 的一個性格 就是 OK 不要 比較 叫做 看得開 你可以說 或者這麼說 他始終是過去來的人 過去來 他跟敵奧 敵奧 本身是過仇加限 差不多被人打前仗 但是敵奧 他不是和平年代 所以 他不是真的當 敵人 其實敵人 都是敵人 沒有所謂救他 他這樣想 敵奧 換成敵奧 你這個本身 對比 他兩個之間 創造的衝突 就是 他們一個不是軍人的人 和一個是軍人的敵奧 他們之間 即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這件事 OK的 其實這件事 在歷代你說的基人片裏面 主角所謂的 非正式加入的團隊裏面 在一個軍隊制度裏面 一定會有衝突 當然 而他那個衝突 就是 他這裏也著脈不多 因為其實你看到 就是 敵奧這一邊 聯邦軍這一邊 其實 在這隊艦隊裏面 每個人都很寬容 其實基本上 這隊東西其實是沒有軍法的 即 他們經常都覺得 即是說 我那個人 見到那個女兒 立即打開她的駕駛艙 沒問題 即連呢 很正常 其實 即連 因為我會 今次會比較多用 《根本舌》去說 《根本舌》裏面 基拉都要被人禁錮 哪怕是三 哪怕是三分鐘都好 但這裏其實是沒有什麼 這樣的劇情 其實是 你明白 混了它之後 如果連結就不能玩 連結 你可以連結那一刻 再放它出來 但是你要去表達 就是說 這一個軍隊 你不可以其實 單單用敵 那一個 你知不知道這樣 是很危險的 接著 當然 你要明白危險的程度 就是什麼 在青葉 第一次 遭遇 Hina 那時候 他打開駕駛艙 而引致間接 令到 《慘田》中槍 是的 《慘田》 差不多是領便當 的級數 但是 《慘田》也是一個很呼吻 對比起 整班都是軍人 我明白 他是一個大哥哥的角色 也其實 某程度上 其實如果 以很正類的人 開頭 我們大家都會認為 他是負責 引導 青葉 戰場上的道理 因為不會有敵奧 敵奧 是一體共患難的戰友 他當中會學到這些 但是一些很基本的 引領的東西 其實是靠那一位 但是那一位一開始 因為青葉的這個行為 就打齊打齊了三集 三小強 那三個人 其實後面沒有什麼氣氛 只是說出場 幫他們頂到 正常的 你相比起革命機 革命機裡面 很多角色 是很出位 即是他會有亮點 你會看到 就是他有對白 相比起上來 今天其實很多人 其實是 那個存在感 其實是很弱的 其實是 即是 甚至你覺得是 不需要 不需要說 他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優勢的 因為他把重點 真正正正 是放在 主角兩個人身上 而引至於 由主角的視點 兩位主角的視點裡面 去看這件事 其實應該吸上了 CD的教訓 因為大家知道 它是吸上了 革命機的教訓 不是 CD都有影響 大家記得CD裡面 集中在 鋼匪月真 路撓馬利 阿雷身上 同時 藍隊 只有三個駕駛車 如果每一次打仗 就有三部機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今次不同 雖然集中在 青葉和迪奧身上 但 那裡有其他機 我們每次打仗 說他們 但是 有這部機 你戰術上可以發揮到 尺寧有人先 原來有三部機 可以解釋多些劇情 多些劇情 我可以這樣說 整個故事結構裡面 我和我剛才所說的 會是 一樣 他會把很多 篩選 你叫做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很平淡無期 但你不會說 他是差的 因為他 你會覺得平淡無期 是因為有革命機在前 因為革命機 每一集 不給你一些爆點 他是覺得 他是睡不著 的 他不給你爆點 他就覺得 他死不完 那一小時 你會見到 這裏就是 他們的同步率越來越高 連結的波長 越來越混合 其實他都帶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 青葉作為一個 可以和任何人 連結的一個存在 這個就會說回 另一位駕駛員的出現 那時候 這個設定其實都幾特別 但是現在當然 還未說到 究竟是什麼原因 就是 只要和青葉連結過的駕駛員 他原本的連結波長 就會發出大幅度的改變 調教 你 可以這樣說 你 用你的定義來講 就是調教 而當然 你會見到的 就是 因為本身 迪奧就是 在這個不知的情況之下 連結得越來越多 他的波長 已經完全走光了 而 你會見到 這張圖裏 其實青葉那張圖 永遠是 同一個波 即他 每次展示的那張圖 都是同一個波幅 但其實他和迪奧那個波幅 其實是不合的 即是叫做什麼 我會這樣解讀 就是 是 青葉 他的波長 可以強制令到別人的波長 變了做和別人同樣的波長 但因為這樣就會引致到 就是 別人的波長都會大幅度改變 因為其實 變相 我覺得是他配合人 埋容差 不是 另外一件事 教授出一集都說過 就是 青葉波長 跟他們的基準波形 是一樣的 100%問候 因為他們會有基準波形 每一家人 青葉也好 大師也好 之前練習 頭腦的波形要練習到 類似的基準波形 但問題是 青葉本身的基準波形 完全一樣 他不用怎樣練習 我為什麼會說 其實 相對於 他們 是 青葉是配合其他駕駛員的波長 因為其實 你 會見到的 就是 如果他講那個波長 其實是說 要怎樣控制自己的行動 和別人同調 但 你看到就是 自從迪奧和他配合了之後 迪奧是亂來的 所以 走音的原因是 迪奧覺得 嘩 亂來的時候就太爽了 我又不用配合 他會自動配合我 嘩 這樣的話 當然 他辛辛苦苦訓練多年的波長 結果就是 被他弄得走樣 別人一見到的情無計 又喜歡跟他拍下 你見到的 其實迪奧 他描寫得 其實算是 叫做有頭味 我不敢說是好 因為 迪奧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說 他是結果論者 其實他是一個 只要 如果結果是好 他不介意做任何事 對他來說 就是 他參軍 就是為了保護家人 對他來說 參軍 究竟那個意義 是什麼不重要 就是他對那個結果 就是說 我要保護他家人 哪怕就是跟我爸爸 反目勝仇 都好 就是他 他爸爸不妥他都好 他都覺得說 我是想要這個結果 因為他妹妹的關係 我是想要這個結果 而跟青葉最後 他們三個要決定 就是 誰跟誰 誰跟誰 合作 另一個就不再拿連結 記住了 因為不想走樣 也就是說 因為他覺得 他跟青葉 可以發揮得最大的戰果 對他來說 之後走樣 之後的事不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 我現在拿到這個成果 是可以足以保護到 就是我妹妹 這件事 所以 歷奧的描寫 是簡單得來 其實 至少是完整的 這裏就會是 其實講 主角群 聯邦那邊 另外那邊 Hina那邊 其實都著墨了 我一開始都很奇怪 著墨了多少 而且大家都知道 本身第一集裏 我們見到一個 心理變態的野猶 你覺得 你覺得 野猶來的 你覺得 在我們觀眾的事件 知道 但是當你一看 第二第三集開始的時候 野猶是一個大好青年來的 常常都誘惑 英純瀟灑 不 應該這樣說 他作為 和Hina這個 所謂的 青梅竹馬 在處事上 亦都非常之成熟 亦都知曉進退 亦都叫做 關懷自己的部話 即是他應該 他是一個小隊裏面 的leader 你可以說 一個這麼大的青年 就被一個 由過去來的少年 慢慢給他 變得 真是愛這件事 真是很恐怖 當然 你明白 你青梅竹馬 你暗面了這麼久的女生 有一個不明耐力的 爺貓 不知道要來的 不知道要叫什麼名字 搶了他 那個事點 當然 之前我們剛才說 在青葉見到Hina 當時 他們第一次接觸 你可以說 在那個劇情 裡面 開始 野牛就產生誤會 就說 沒有理由的 我覺得野牛的概念 Hina沒有理由 認識到第二條仔 我實際上 我覺得 甚至他那個司法 就說 我二十四小時都在他身邊 他沒有可能認識到第二條仔 現在他們出生 走上本事外 然後他就覺得 難道在我的監視範圍內 他還可以出去勾佬 他的思維是這樣的 我覺得 當然 在第一 頭幾集 其實你不會看到 這麼反感的思維 因為對他來說 他是關心Hina 就是覺得 他跟這個聯邦的駕駛員 有接觸 會被人懷疑 就是他會是間諜 他可能會出賣軍隊的情報 所以就是 他希望Hina 告訴他 究竟 青葉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但當然 在這個時空裡面 Hina根本是不懂 青葉這個人 他都覺得 有什麼人來的 走到外面 小姐你很熟 我們見過面的 就是完全是 叫做 踏散 就好像剛才 右馬那種 當然他在一個 很不適合的位置 踏散 大家都明白 但引致了一個 懸念 就是 為何他會認識我 其實 單單是由於這一點 他說 為何我會知道你的名字 我不認識你 但為何你會認識我 就是全名 不是 只是Hina的 只是Hina的 只是這個名字 但其實 當然這個 其實 這個方面 其實是有少少強來的 當然我覺得 因為 知道你的名字又怎樣 老實說 敵國 敵我 雙方交戰 情報的東西這麼重要 我有你的情報 不出奇 對 所以是一個 藍鞋的白鞋 甚至你再進一步去想 反正人家是用美男計 所以對面的 藍鞋的白鞋 其實對面都知道我的名字 那代表我也先通過 那不是 即使 女官 所以這個 這個是 叫做 你如果 細心 其實這個是一個 不細緻的位置 不過 不重要 這個位置 其實 它很簡單 很大的 產生了一個 原念 究竟為什麼 他會認識我 當然 開始就是 留下印象 先 開始就是 令到 因為本身就是 剛才都說過 他好知識 令到 Hina被人懷疑 他究竟是不是間諜 而Hina為了 證實自己 不是間諜 不是間諜的身分 當然 看到主角 就要追上去 就要打沉他 或者捕捉他 當然是引知 這個 其實是理性的 當然 你不要理 我懷疑 他是用了一個 叫做 懷疑 因為我被人懷疑 所以我要 令到我要追著你 這個很簡單的設定 去處理了 一切的問題 處理了之後 為什麼兩個會 独立交往的問題 但 這個轉捩點 在於 在戰鬥期間 遇到暴風雨之後 兩部機 有雙雙電 其實 我不是很明白 這部機 又不是連線機 暴風雨 他們突然之間 會突然之間 沒有了電 這是劇情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 你當它是 突然之間沒有電 這部機器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很難說 不知道 然後引致 他們在島內 相處了一晚 這個 是很旺道的劇情 在這一段 其實 叫做 我 清熱給了 Hina的一個感覺 就是 這個人 好像是 真的吃鵝 那個感覺 而 他對他 又好像是 真的沒有惡意 他覺得 當然 老實說 再進一步去想 如果這個人 是一條美男計 的話 我這樣做 其實都是很合理 我就是先 爭取你的好印象 最後 離任很大的 就好像我們說 Z的時候 獅子王的個案 最後才背叛你 對女性攻擊你 有20%加成 厲害 那 最後 他們 各自 回到自己 那個男子 其實 野猶 開始 就已經是 懷疑 Hina 一晚沒有回來 一晚沒有回來 用我剛才的理論 就說 野猶 的思維 他覺得 沒理由 我這個青梅中馬 我是24小時 監視著他 雖然 他可能 衝浪都監視著他 他身邊的 20米 是沒有理由 其他我不認識的男人出現的 就是 現在 在經過了 青葉開駕駛艙 還有 經過一夜之後 當然沒有事發生 一個一夜之後 但我們回來之後 那女兒變了 那女兒對她的態度 是不同了 她就 在野猶 的心目中 還在這個 上面 她覺得有被NTR的危機 但記得 當然 大家都知道 男女雙方 承認了對方 是戀營的關係 才成立 NTR 當然 Hina沒有跟她做過 任務的約定 她只是當她是一個 青梅中馬的好朋友 大家都知道 在 機人片裏面 青梅中馬 是一個很悲哀的存在 男和女 男和女 我只是說這個設定 男和女 都很瘦的 其實這件事 她 她又開始 越來越懷疑 Hina 究竟 她究竟 是不是真的背叛了 如果她的兒子 背叛了 這個軍隊 錯了 是背叛了她 不是背叛軍隊 她不是那樣的 她 她 最初的思維 她是背叛軍隊 她一直在用這個理念 當然她背後 內心深處 她覺得 Hina 這個青梅中馬的好朋友 甚至她覺得 應該是她女朋友 背叛了她的感情 背叛了對她的信任 因為她 在劇情裏面 一直在說 她一直在幫Hina 掩飾 掩飾 和保護她 她覺得 我做了這麼多事 有些媒報的 即是說 你沒理由這樣對我 當然 我都說 野猶是一個 大好青年 大好到她是一個 很天生的青年 她是一個 天生 前途無限的青年 就是因為 由過去來的少年 她就慢慢踏入 這個承摩之路 暫時在這個 故事裏面 野猶 她就開始 越來越偏激 她的個人就開始 甚至去到 就是說 在這個 Hina的爸爸 加入了 去奪取這個 連結基 那時候 就出現了 真真正的決定 當然這個 不得不提 她老爸 真的很有趣 她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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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沒有前文後 你去鋪排 突然之間 好像 我做了一件很對你不注意的 好像 你知道那個位置 好像 我其實不是你 親生老爸 你媽媽 其實跟我經過 一夜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又了你 然後你老爸 就因為這樣而 被我拿低了 然後 我就 就 因為不想你 成為這個 單身家庭 所以 我就接你媽媽 跟你一起住 假裝是你 親生老爸 那種真情劇情 不是 你想太多了 我純粹 神的事典來講 之前她想 其實我好像沒有記憶 那時候 爸爸幫她補了記憶 其實你沒有生生的 她是為了要補這段 因為是沒有一個 其實 那個位置 其實是說什麼呢 是沒有一個 讓我們 可以了解到 現在這個 Hina 和 大青葉 來到未來世界的 Hina 他們之間的因果關係 其實 實實就是 我們是由她老爸 回憶那一幕 我們才知道 因為 看到一件爛了的校服 我們才可以 有個連結位 真的連結 有個連結位 就是說 Hina 在送了青葉 來到未來之後 她是回去了 她 過去的世界 回去了過去的世界 而 由她小時候開始 再出發 而 中間裡面 她會喪失了所有的記憶 而先導致 為何 這個Hina 會不認識青葉 這個設定 而這個設定 最初是強化了我們這件事 這是一個單一的世界 但沒有所謂平衡世界的線 亦都證實了 任何一個時空裡面 只能夠存在一個Hina 因為現在這個時空 存在了一個Hina 她要去到 在這個世界 其中一個點裡面 就是 她 爸爸 在一個 戰場裡面 撿到Hina 這個位 當然其實 有相確的 為何是這個位 顯身了另一個 concept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loop Hina 是誰 對 唯一這個loop 沒有一個入口的位置 就是 究竟 Hina 是一個 什麼人 她 之前 發警 都開始 移民 發警在未來 青葉島上避 在過去 在過去 青葉島上避 她是不存在 那 Hina 不是人生出來 她 她是一個 完全 特異 的存在 突然之間 闖入了這個 這個 世界 這個世界線裡面 因為她小時候 被撿回來 養大 然後回到過去 入陰羅利 現在 在這個故事裡面 現在時間最在 是什麼 我們回到 第一集 Hina 在過去 就是 過去裡面 她失了記憶 而 這個Hina 長大的時候 她會遇到 由 過去來的 青葉 而他們之間 會相識 然後中間 最終就是 發生了 故事 去到最後 她就會去到 青葉過去的世界 帶青葉 去到 未來的世界 而她回來 這個時候 她就會再去到 她 失憶 小時候 在戰場裡面 那個狀態 這個就是一個 無限率 她 剛才就是 有馬所說的問題 就是 Hina究竟是由 哪個刺入 哪個刺入 當然不知道 故事裡面 亦都是 去到 就是 迪奧 終於相信了 青葉 是由 這個 過去世界來的 做一個 測試 連結機 因為那部 連結機 會有一個很強的 連結 真的連結 他們的記憶 不單是 技術和知識之間的 分享 這裡 當然發生了 野牛 看到青葉 去遊說 Hina 去加入她的陣營 當然看到 哇 我終於看到 這條 原來我的女生 逐漸在創 我的女生 真的變了深 她覺得 其實她已經 覺得 Hina 是她女朋友 她覺得 她女朋友 現在出去 勾佬 勾佬佬 一 應該是搭兩船 你不需要喝水 大家聊天 不行嗎 戴著這架喝水 你覺得是沒問題的 沒事的 不行的 搭了肩膀 你玩過來了 大家打雷花 雷花 其實這個位置 真真正正 我覺得 Hina 我自己覺得 作為 我覺得 不需要 作為一個女生 野牛 接著是用一個 什麼理由去威嚇她 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如果你不聽我的話 我就把你和青葉 在汽水機面前裡面 的說話 告訴軍部 這件事 是一個威脅 他比起之前 就說 不用擔心Hina 我會保護你的 這些不利的事情 不會說大 你要用你的行動 證實給軍部的人看 他去到這個位置 你不聽我說話 我爆你響口 他已經是當成了一個奴隸 我現在拿著你的病 你好聽我說 今晚你會在高床等我 其實是這樣的案件 不要說作為一個女性 作為一個男性 你聽到這句話 你會覺得 你死硬了 他只不過是 詹奇無敵 你不是 其實大家都猜到他 應該是悲逸的 其實我們 在那個視點裡面 我們逐步逐步知道 野牛 這個大好青年 會變成第一集 那個蠍絲底里 喪心病窮的野牛 究竟是他怎樣 形成這個性格 當然是由過去來的少年 一手續成的悲劇 其實他沒有意思 其實他懷疑 其實青葉也不認識他 青葉是不認識他 但是他扣人 他也不是扣了別人的女兒 青葉也覺得 青葉是我的女兒 青葉其實只不過是說 Hila你送我回去 我不想留在未來 那是這樣的視點 這裡當然 衍生了的就是 Hila 最後就是 因為他 他也是跟 這個連結機有很高的同步率 當然他就被 這個 帝國軍 應該是帝國那邊 的科學家 治郎博士 就洗腦 然後他就順便利用了 野牛對 天拿的執著 成為了 就是 原本 青葉和滴步 那兩部的連結機 的駕駛員 當然 做了一些翻身 你見到的其實 這套東西裏面 都是做得很快 就是 換機理論上是需要一閘 但是他這裏 連15分鐘都不需要 主角就有一部新的 就是 青葉和滴奧 兩位就有一部新的連結機 之前還說 我們在開發一部新的連結機 加上他們的電場 可能會有問題 閉嘴給他們 不好意思 我還以為 我開頭想要 測試機打一會 打爆個測試機 然後掉進海 再增加一部新的連結機 原來不用了 這裏其實 尼爾也說到 我們最後12集 裏面就是說 真真正正 我們知道 這個Loop 這個Body Compact 細節的Loop 是怎樣來的 就是 因為由 這個帝國那邊 發射了一個 叫做一年的抗石能量 才可以發射到 這個炮 還有是 那炮的威力 我覺得是強差人意的 那炮的威力 而引致到就是 會產生了 時空的衝動 出現 然後 而這個時空的衝動 就會令到 野牛和 Hina 回到過去 而野牛回到過去 就是第一集裏面 我們看到就是野牛 歇斯底里 去找青葉保守 那個時點 而 Hina 就會回去 再早些 的時候 因為這件事 要去保護青葉 因為就是 其實 他那一刻 我覺得 在這個位置 青葉跟他做連結 跟Hina 第一次做連結 那一刻 他做了這件事 不過其實他暗示了 就是 Hina 跟青葉 應該要先共享記憶 不是 他之前在島上說過 他說過 他說過 但是 我說而已 正如 青葉跟迪奧說 我從過去 來到這個世界的男人 來過去 是為了拯救未來 以前的 你不會相信的 即使現在有個美人在你面前說 我從過去來到現在 就是為了拯救你 你不會相信的 你會覺得 這個人是否先陰你 那這個問題 就是 他是做少了這件事 不過他 我覺得 大家可以解釋 他連結過 因為真的連結過 不知道 Loop之前的世界 有沒有連結過 大家都知道 然後 正式式 就是Loop 由這個位置 而這個Loop 是沒有出路的 這個Loop 就是剛才我們 十多分鐘前 我們說了 這個就是正確的Loop 而這個Loop 是無限Loop 這個Loop 就是 叫做什麼 總括而言 在這個Loop裡面 就是說什麼 沒有人可以得到 這個Loop 最簡潔的內容 我可以記一下 就是 沒有人能夠得到 無論是野牛 還是青葉 甚至是中途加入的敵奧 都不可能得到 你搞什麼事 我算了 無關事的 我知道 而 但十二手裡面 正正做了一件事 就是 青葉 是經過了 應該這個 不知道第幾個循環 裡面 他突然間收到 過去 某一個 我會阻止青葉 去救 Hina 因為這樣 只有Hina 和野牛 去了過去的世界 而產生了這個 無限Loop 而今次 不知道第幾次的輪迴裡面 所以 敵奧沒有去阻止這個 清染 而當然這個位置 在於什麼 很多人認為 就是 這個Loop 產生了第一個分歧 就是 他們坐上初代的連結機 而令到 敵奧相信 青葉 是由這個過去來的 就解釋錯 不是問題 用這個連結成功 因為博士說 其實成功率很低 因為沒有人成功 但是成功了 即是Low safe 即是Low Low 一千次之後 Low成功了 可以了 因為那次連結成功 當然敵奧才相信 青葉說的話 正正是因為 這件事 而令到 原本很簡單的 時空世界 當然是一個 沒有出路的 時空世界 但是 裏面產生了 就是 Buddy Company 這個世界 不是單純 只有一個時間線 它是平衡世界線 來的 暫時是想看著 或者 要不就是 你用回Sarlene Key的理論 就是 它 這個世界線的修正 去到了另一個分歧 0 對1 即是由原本0 在Heat 裏面 回去 1 Heat 裏面 但是 在十二集裏面 創造了很多 這個 叫做 問題 怎麼在於 就是 因為 由我們之前說 同一個世界裏面 只能夠存在 一個 同樣的人 出現 而我們也都在 第一季的結尾裡面 我們看到 一件事就是 野牛 其實是成為 野牛是成為了 帝國軍的 實物部 應該是不最高 不最高 都第一第二 首席的 指揮 指揮者 而 如果在這件事發生 的話 野牛是不可能存在 在 現在清潔這條 時間線裏面 中央委員會政治行政局 不要管他的職位 是的 各個問題組 在 現在我們看 Baddy Company 這個故事 這十三集裏面 如果根據他這樣 是存在了 兩個野牛 一個是前線打仗 一個是後面政治局 坐著的老人家 是的 你會見到 是很大的問題 而 更加引致 這件事就是說 如果 年老的 野牛 是真的 一早已經在這裏 他是清楚知道 清潔 或者是這件事的 發生的時間 在哪裏 他是 憑他現在擁有的權力 他是完全有能力去阻止這件事 他是不能阻止 他一阻止 他不會回去 他不會回去 就不會坐這個位 他會影響自己的 就是說 等到現在這樣 不重要 因為 野牛的角色 他是由 他很執著Hina 他覺得Hina 他一定要得到Hina 到最後 他對他來說 他一定要得到清潔 不是 他一定要殺死清潔 一定得到清潔 OK 他的目標已經改變了 Hina對他來說 這個賤女人 我不再需要你 這個水性洋花 三心兩意的女人 我不再需要了 我現在的目標是一個男人 不是 我有解釋 應該這樣說 之前的世界 Lude 因為野牛會回到過去 但是Hina 我不知道Hina 是不是真的 看見了沒有的野牛 不知道為何發生了 之後 這樣沒有了 玩完 但這次有一個Lude 因為Hina沒有回到過去 那野牛就沒有被打爆 變成政治局的委員 應該這樣解釋 那就解釋了 都解釋不通 這裏都是存在了兩個野牛 即是Hina不停Lude Lude的世界 野牛不會做委員 因為他過去已經死了 但這次這個世界 Hina沒有回到過去 這個Lude的世界 過去Hina不在 野牛沒有死 這個才會存在 不重要的 重點在於 這條線裡面 是真的有兩個野牛 當然 還有 剛才除了說 有馬的解讀之外 我還有另一個解釋 就是 當這件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 你當是 已經是由A時間線 已經是由B時間線 所以 A時間線和B時間線 它們是兩條不相關的線 而去到這個時空點裡 它們打個靠叉 應該說 之前世界史 即是第1節第3集 是沒有任由的野牛 但是當第12集發生之後 兩個世界線 重複過一遍 交換了 變成另一個野牛 即是變成另一個 政治局的委員 它存在在這個世界圖 這樣解釋 這樣解釋 其實如果再簡單一點的話 這個故事線應該是什麼 我們要確定 現在是有兩條時間線 第一集裡面 那一條我們稱為A線 而 來到 青葉去到的未來世界 它是去到B線 所以 其實 HENA HENA和野牛 在A線和B線裡面 不斷走 不斷走 不過這件事其實都有 bug 如果 存在這件事的話 理論上 HENA 可以存在 和青葉一起回到未來世界 這個其實 現在 我還未理清到一個很好的答案 就是 他怎樣去解決這件事 應該會第二季會說 其實我覺得第一季是在報復 這個設定 第二季會說 又是Buddy的設定 因為Buddy 他之前提到那個 其實這個連結是會去時差 但為什麼呢 他用了控制時間 即是時間到流 或者超過 擺了同步問題 我覺得他不斷 會解決到這個時間問題 會說到 他應該會去說這件事 當然這件事 會解釋 還有可以解釋 7月通報100% 這個會說 這件事 我覺得 他 最後才拋這些東西出來 固然 做了很多的疑問點 但 對於一套機人片來說 我起碼最初的結構簡單 你只是最後拋一些問題出來 我還在我的容許接受範圍內 還有我覺得 他會去第二季會解釋 他會做兩季 這個我想 到二季那時候 看看他怎樣去解釋 不過我覺得二季那時候 以日星寫這些時空故事的理論 我覺得是應該多不得不行的 到時再罵了 我們就 但我覺得 以機人片來說 他算是值得一看的 我覺得 你擔心啊 希蘭去了人家的男朋友 發生什麼事 最起碼就是 大家 不看故事也好 大家一定要看 我們這套Buddy Compact裡面的大好青年野牛 怎樣成為 在現時的貴番 他相信他是史上最悲哀的南國之一 你記住 後選 世界錄了幾次 那邊NTR有幾次 他是被人拋棄了幾多次 而他傷心了幾多次 而他發瘋了幾多次 老實說 只有幹部 能夠明白他的感受 哈哈哈哈 所以還要 還要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套